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車牌什麼時候掉了 沒有車牌行車不行 有辦法 文龍 手寫車牌 對呀 很有創意 剛才也不知為何車牌掉了 Kelvin Sir 我偷字漂亮嗎 你這樣做是觸犯法例的 不是吧 根據道路交通規例 車輛登記號碼 在展示上 是要符合法例的要求 當中包括了展示的形式 顏色 構造 裝配 和照明方面 如果沒有合理辯解下 在任何情況遮住了它 或者不容易看得到 都可能觸犯法例 最高可備判處罰款 港幣2000元 你好像還不太明白 車牌怎樣才合法 不如讓我跟大家詳細講解一下 好嗎 首先 車輛登記號碼的英文字母 和數字 是需要以單行或雙行排列的 就像這樣 而自訂登記號碼的車主 亦都要留意 在申請的時候 就要註明 是以單行或雙行排列的 而車輛登記號碼 需要印製在反光的物料字牌上面 而英文字母和數字都需要為黑色 並且保持時刻清潔和有效的狀態 汽車車牌的全部英文字母和數字 高度是不可以少於百里面的 但是就不可以大於十一厘米 而電單車車牌的全部英文字母和數字 高度不可以少於五厘米 但是同樣不可以大於十一厘米 車牌上面要永久清晰地標有 B.S.A.U.145A的規格編號 已表示這個車牌是符合英國的標準 而字牌製造商的名稱 商標也都要永久清晰地標在字牌上面 天黑或者能看到低的情況下 在道路上行駛 車是需要有一眼著著的車牌登 令到在車後面15.25米的距離 望過去都可以清晰見到車牌的登記號碼 另外大家千萬不要撈亂 車頭和車尾的車牌 車頭的車牌須為白底 黑色英文字母和數字 而車尾的車牌須為黃底 黑色英文字母和數字 最後再跟大家說 車牌上面的英文字母和數字 是可以凸起的 但如果分開製造的話 就要確保他們很穩固地 裝在車牌上面 大家如果想知道 車牌的標準細質的話 可以瀏覽運輸處的網頁 看完剛才片段 相信各位駕車人士 會更了解法例對車牌的要求